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欢乐秀 我是月月姐姐 那么这一期呢 我们看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玩具 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呢是一个大大的白色的建筑 它呢是医院 那旁边呢有一个单架 上面躺了一个小朋友 那这边呢是医院的救护车 还有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 我们看上面工作人员 还有单架 然后是这个受伤的小朋友 那好吧 让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然后把这个大大的医院 拼插完成吧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待会儿 要用到的拼插的工具 里面还有一个说明书 来看看 好那么现在让我们把它打开 一起拼插 好多的零件啊 来吧第一步 我们先找到一个大的白板 然后一个方形的白板 那现在呢 我们先找到这些小零件 然后我们开始拼我们的救护车 现在呢我们在制作车的底部 那这个是待会儿放轮胎的 这个是车的身子 底部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接着来拼 现在呢这个我们车的底部 还有前后的尾灯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接着来安装它的上面 好那现在我们的救护车已经基本完成了 那我们把最后的轮胎给安装上 来两个 两个前轮 小朋友们那么现在我们的救护车就已经拼装好了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那上面的这个呢是两个灯 就是我们走在路上有救护车会 会在响会在叫在闪的 就是它车上的这个灯啦 那这个呢是驾驶舱 我们在侧面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方向盘 这个呢是反光镜 这个门呢也是可以进行打开的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车前面的车灯啦 那再往这边看 这边跟刚才那边是一样的 然后车轮车身 哇再看我们的后面 这个也是可以打开的哟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位置呢 非常非常的宽敞对吧 那这里面为什么要保证有这么大的位置呢 就是在救援的途中 要可以在这个空间内 来救助我们受伤的人员 所以呢内部的空间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嗶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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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佩奇 这个是什么 哦这个呀是救护车 你看它的警示灯在闪烁 还有警报器的呼吸声 这就是说呢 它在去往一个非常急救的事故现场 哎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这样的车辆 我们要及时让到的 嗯比如说这样的救护车 警车还有消防车 因为它们都是中分夺秒的去生死现场的呢 哇原来它这么厉害呢 嗯我看它这个车好像还挺大的 那它这里面都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设备吗 嗯它这个车内的空间特别的大 里面有很多的医用品呢 嗯就比如说一些绷带 还有一些消毒的用品 嗯因为这些车到了事故的现场之后 都是要立即帮我们的朋友们进行消毒和止血的 嗯要不然就会出现很危险的情况呢 哇救护车真是太棒了 可是它要开往哪去呢 哦那它当然是要开往医院里去了 啊我们现在的医院还没有盖好呢 等明天盖好了就可以营业了 小朋友们医院建好了就可以救治更多受伤的朋友了 哈哈